好啦 好,謝謝梁慧 講這麼多中國內地的東西 那就講回 開了 一個內地牌子QModel 一個1比6的日本模式 好有趣喔 拿一個日本題材,但是中國內地公司出的 剛才講的那件事情 其實資源又多,市場又大 但是有些其他方面是需要繼續努力的 我們都不會一面倒說贊贊 這隻呢 其實是出了近期 近期出的作品 是什麼,叫做鄭依直政 鄭依健 不是鄭依,鄭依直政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信長時代 大家都知道,信長時代 一個德川家康的四名神 或者四天王的其中之一 當中有神園康政 這個 哎呀,哎呀,糟了,整間斷片 有神園康政 都是說不到 算了,那就不說了 有一個是武神 好打得的 其中一個,在日本來說 穿紅色盔甲的 通常都會有一些表紙 才會穿紅色盔甲 因為紅色和黑色盔甲 是傳統的不怕血的顏色 因為當你打仗受傷 有些血染到白色的衣服 你就自己看到有害怕 旁邊的隊友看到有害怕 所以紅色和黑色盔甲其實是有原因的 那些猛,即是很臭的才會穿這些 還有太過搶眼的紅色 所以在日本有一個傳統叫赤臂 即是叫紅盔甲的部隊 或者將軍,通常都是猛人 而這個也是一個猛人 好了,那這些 首先,我剛才粗粒粒拿了上手 我發覺這個1比6的冰人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什麼特別地方呢? 特別的地方就是盔甲 大部分的位置都是用金屬草 這個我反而比較想不到 讓人覺得是值得 我們經常玩figure 1比6很怕迷思 就是即發包膠金屬 沒錯 這幾樣東西永遠都是 很多粉絲是 無論它是不是金屬都好 你給金屬我也是開心一點的 整身都框框聲 但是我又要重複一下 其實古代日本的盔甲 其實真的不是百分之百全金屬 他們混合了很多他們的資源上的優勢 或者弱點都好 他們又混了很多 譬如是竹 布 鵝紙 甚至皮鴿 是混合而成的 所以 完全用金屬去做 其實 我大膽一點說 是不對的 沒錯 那說回來 這個figure 本身 它配了 除了 跟著figure 那對手之外 另外再配多了三對手 出來 不同的動作 這些就比較基本 三對手 其實我覺得 在現今的社會來說 兩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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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 就是可以繼續改善 對 因為不好意思 我們的背景 我們弄爛了 所以有點爛 我們就不要理他 那 好了 好了 其實呢 其實呢 我想很多觀眾說 不夠聲音 可能是電腦不夠聲音 因為開放音 應該是有少少問題的 沒有那麼好聽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都要繼續 因為我們 繼續 看回這個figure 他的樣子 他的面相 其實呢 拆了這個 他的面罩之後 大家會覺得 很熟面口 很熟面口 我也想是我 他是有點像日本的某位 名演員 很出名的演員 很出名的演員 很熟的 沒錯 接下來又說再拍一些 辦公室劇 嗯 前幾年呢 他拍一些辦公室劇 那一套辦公室劇 辦公室劇 就走紅了 走紅了之後 走去拍古裝 拍一個大河劇 沒錯 跟著也拍了一套 一些講打怪獸的物語 好厲害 他的樣子很絲絲文文 但他可以夠膽 可以做一個好打的日本武將 又做過斯文銀行人員 文職 如果你看過 他有一套是 他飾演一個律師的話 你會更加驚訝 他裡面的那個演繹 其實真的 可數性很高 對 所以他是很熟悉的路 如果可以比喻香港的藝人 有沒有誰可以比喻到 這種 其實在說 他這一種的路數是少的 劉青雲行不行 劉青雲好像不一樣 劉青雲好像不一樣 有點不同 劉青雲比較粗獷 對 他比劉青雲更闊 他比劉青雲更闊 我們就不要說下去了 因為我們得罪了 不好意思 現在劉青雲已經不喜歡我們了 不是的 如果是歐錦唐士先生 行不行 對 我們不要再說了 對 有些事情要說 OK 好 那好吧 那就說回FIGURE本身 他就配了三把武器 一把可以拔出來的刀 長刀 日本武士也有短刀 通常兩把 對 兩把 短刀都可以拔出來的 還有都是金屬 對 都是金屬的 那個套不是金屬 裡面的東西是金屬 這把真的不是金屬 不是的 頭是金屬的 還很尖 我都可以刺到東西 那 這支他們通常叫槍 這支 像槍像棋 日本叫槍 很可愛的 名字我忘記了 我不是 說回FIGURE本身 他除了這個 外面這層金屬盔甲 他裡面也有 做了很多很細節的處理 是 那其實他怕這些位子 有甩出來的可能性 我想可能是貼上去 有些保件 所以他也有配一些保件給你 是 可以給你 有什麼事 就貼上去 因為真的 有時候很難避免 這些東西 一塊半塊 其實他選擇的布 都很仔細 不過說手工 其實真的很厲害 對 很厲害 因為你看回他 這些盔甲位 其實真的穿 一條繩 這些只可以用人手去穿 很貴 所以這部份其實很貴 那你看這些 好像真盔甲 每塊每塊 每個洞都穿得穩穩 穿得很快 這個呢 如果你喜歡 有些人是吃飯 喜歡吃他的手勢 有些人喜歡吃鳥 我喜歡吃鮑魚 但我有些人喜歡吃豆腐 但吃你的手勢 這個肯定是手勢的 就是他人工是很高的 就是性依很高 壽司之神的感覺 對 這個做得非常之好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那些瘦花 每一塊穿 其實是很貴人工 是瘋的 還有那些金屬甲 它做得這麼有 的洞 其實是很容易爛的 沒錯 他是不是有配件 配送的座 嗯 其實他在說 這個應該是有一個座 豪華版應該是有一個 裝日本盔甲的座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武將回到家 或者是回到他們的城堡之後 就會卸甲 那這個呢 原來他這個 boxset 他都會有一個座 可以讓你整套甲卸出來 那這個挺有型的 那就可以放回到 日本武士的 一個供奉戰甲的造型 通常他們都是這樣 他出兩個版本 普通版本是拿人 一個叫deluxe版本 就會多一點點東西 可能就包括那個 規格箱 對 規格箱可以方便掛在這裡 其實就很漂亮 很漂亮 不過要奉願大家 如果真的買了 你拆規格之前 不想清楚 因為你穿上 可能會很困難的 有花心機的 對 又有時間 所以說手工 說誠意 真的沒得頂 但可能在其他方面 例如考證 例如比例方面 我覺得還要加油 其實一間公司 我都認識他們的負責人 如果在看的 不要緊 我覺得很坦誠地說 在比例上 還有在考證方面 要加油 那這個出了街未 這一個 這一個出了街一段時間的 好的 那大家如果要的 就去一些玩具店 或者看一看 好了 留意一下 順便說一下 他們做得很成功 其實他們已經出了很多款 所以他們有自己群組 很多粉絲都會分享一下這段影片 好 好 我們再回來 繼續我們的主菜 十大玩具 翻證典禮 剛才能說 你